比較緊張 因為我比較ㄍㄧㄧㄥ 因為感覺在上面亂講一些屁話就砸自己的招牌 所以我比較認真一點 對 OK 那 大家好 我是慶玲 然後大家可以叫我Bili 那我兩個禮拜之前剛結束 我在Max School Summer Academy 擔任instructor的工作 再往前推兩個月 我結束我第一份 就是在AppWorks以下的一支創業團隊的實習 然後是IOS的internship 然後為期半年 那我現在同時也是台灣科技大學大四的學生 然後主修資訊工程 那在大學的時候擔任過康福社的副社長 就是剛剛那個白鐵肥仔和謝成俊文 就是我的同事這樣子 對 那以上是我簡單的自我介紹 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就是因為我過去這一年 其實我從一個什麼都不會的人 然後到前陣子有幸運 就是有興趣系武跟一家 就是那邊很厲害的一家新創團隊工作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這過程中間經過很多衝擊啊 然後就在某些點讓我有一些想法上的轉變 然後我的做法不一樣 那我覺得這件事我覺得 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覺得蠻重要的事 然後大概待會十幾分鐘都會再講 就focus在這上面 對 那其實我從大二升大三的時候 然後我遭遇到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因為我那時候從康福社的謝幹之後 然後就很忙然後突然變很閒 那第一個問題就啪一面來打 就是我發現我不知道我自己以後的生活 想要什麼樣子 就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什麼樣的人耶 然後我的未來到底在哪裡 然後我可不可以對這個世界上的其他人 造成一點影響力 那其實我那時候就在猶豫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我那時候 另外一個問題是就是研究所 因為我覺得大家就大學不知道幹什麼 就念研究所嘛 然後我就想說 念研究所感覺不是我一個未來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就在猶豫這件事情 然後就很害怕 我覺得當初驅動我開始做這 就經過這幾年的源頭是因為我很害怕 因為我不知道我不念研究所 然後我大肆直接出去工作 我發現我什麼都不會 我沒有任何能力可以去擔任一家公司的什麼職位之類的 然後我就很害怕 對 然後就開始很害怕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去參加了就是一個 就Sutu的CEO叫做Yvet Sutu就是這家公司 對 那就去參加一個他的分享會 然後在他分享會上面 他覺得有一件事情非常可怕 就是台灣大學生 很多人是就是 你大四畢業之後他還開始去想自己要做什麼樣的工作 或自己是什麼樣的人 那他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事情 因為當你今天一脫離學校之後 其實社會是根本沒有讓你 就是公司沒有必要讓你去探索你自己啊 你已經不是學生了耶 然後所以你一定要非常快就變成一個正直 然後就過了一些無聊的生活之類的 所以他覺得說 在你還是學生的時候 因為大部分人都還是學生 然後他鼓勵大家就是說 你應該去實習 因為很多事情 就像剛剛 重複被提到N次的關鍵字 你沒有試過你從來都不知道 所以你要直接去做 所以他鼓勵大家去找實習 然後去找到一份工作 你說你不一定會喜歡那個工作 那至少你會了解到 原來你自己不喜歡這個工作 對 那這也是一種了解自己嘛 然後他鼓勵大家說 時間是身為學生 我們機會成... 就是最便宜也最昂貴的資源 然後你應該要趁著你機會成本 非常非常低的時候 趕快去找到你自己 對 那聽到這句話之後 我就開始去找我自己啊 然後我後來找到一份第一份工作 然後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後 過了大概幾個月吧 然後我那時候 首度那時候又辦了一個conference 然後我又再遇到那個evae 然後我就跟他聊說 我最近的狀況怎樣 我早要工作了 然後那時候 幸好我聽到那時候你這樣講 然後讓我比較有一個方向可以前進 那... 那我那時候就跟他聊了一下這些東西之後 然後他跟我說 欸 我最近想要做一個矽谷的引爆計畫 那我就跟他 他說矽谷的引爆計畫 是因為他覺得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 就是內在動機不足 因為就是說 在你爸爸媽媽 或是你阿公阿嬤那個年代 他們很沒...就沒錢 然後是真的很苦 在這一代的年輕人 你算說你可能會覺得你比較苦 可是你真的沒有 那麼那麼的辛苦 至少沒有跟你阿公阿嬤那樣辛苦 所以他們在那個年代 他們就是沒有錢窮怕 所以他們一醒來就是要賺錢啊 然後就很努力這樣子 而且在他們那個年代 是亞洲四小龍 然後是經濟奇跡的年代 但是在我們這一代年輕人身上 發生的並不是這樣 我們生活過得還不錯 然後我們... 但是我們現在其實是亞洲四小龍之末 然後各個經濟強權 所以我覺得在這狀態下的我們 其實就是有點迷惘 然後你沒有自信 然後你不會... 你不會一睜開眼睛想說 我今天就要去改變世界 然後你就覺得這人是瘋子嗎 但是我覺得 他覺得缺乏這件事情 是一個蠻可怕的一件事 因為他覺得說 現在的台灣人 已經越來越不想要去 就去闖蕩一下 去矽谷去看看世界 然後或者是去跟 世界上最厲害的人競爭一下 對 那時候我就想到一句話 就是我之前在康復社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個講師 跟我們講過這一句話 他就說 他就說你小時候 你可能跟你爸說 欸 我要當總統 或是我要當國防部長 雖然說當總統 不一定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對 但是至少那時候你敢這樣想 然後你會發現 你越長大之後 就慢慢的 你會被社會消磨掉很多 你知道 你就覺得不太敢去想這些事情了 甚至有朋友問你說 欸 你又要做什麼 你不敢跟他說 欸 我就想要做一個什麼 CEO之類的 你覺得 這蠻好笑的 然後 所以你不敢去想這件事情 那 所以他就跟我們說 你越長大之後 你有發現你自己越來越鬧了 你根本不敢去想像 你未來到底是什麼樣子 所以 這句話我一直記到現在 那我覺得 跟我剛剛那段發生 就是一個相互呼應 對 那我覺得很多時候 不是關於 你多聰明 因為今天大家在這邊 或是你考上什麼台科大之類的 那某種程度上是 你跟大家的聰明程度 其實沒有差多少 是關於你有多努力 那第二件事情是 我希望大家勇敢的去做出一些選擇 因為 到我去西谷的時候 我發現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那邊的人其實沒有比你聰明太多 大家聰明程度其實是差不多的 但是差別又差在 在那時間點他做出了一個 你不敢做的選擇 那這個選擇影響了你後來 完全不一樣的人生 所以你要勇敢的去想 然後在座的各位一定都是非常棒 世界上最好的一群人 然後你要相信你自己 可以做到任何事情 只要你敢想去 敢去想這件事情 對其實大家都非常 有能力可以做到做的事情 所以我鼓勵大家去做這件事 OK 那我不太確定我沒有資格 在這裡跟人家談論戲谷 因為我其實才去那邊兩個禮拜而已 然後我是去那家公司 叫做Max School 然後Max School 他在做一間 他就在做用程式教育 試圖改變世界 因為他覺得 他創辦人練了MIT之後 就覺得MIT 產學弱也太大了 然後就不爽 然後就自己出來開一間學校 我要 就是推翻MIT之類的那種感覺 對他要創了這間學校 那 我去系伍的時候 其實我去了兩個禮拜 那大家可以猜 我去兩個禮拜工作了多久 幾天 14天工作幾天 好 答案就是工作9天 對 那工作9天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他花所有的錢 把其他世界上不一樣的地方的50個導師 用飛機 然後免費的住宿 把所有人鋸到他辦公室 然後前兩天 他讓我們玩兩天 然後還讓我們放週末 然後就想說 這種東西在台灣感覺不太可能發生 然後我就覺得那時候就滿驚訝的 那我覺得 我後來體會到他們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 他讓你喜歡上這份工作 然後我覺得美國差最多的地方是 就是他們很長 就是他們比較喜歡投資在一個 他們長期可以獲得投資報酬的項目上面 當然你覺得很快樂 然後讓你覺得很受尊重啊 然後你就會很就是自動自發去讓這份工作變得更好 你會自己去想要繼續完成這份工作 然後左邊這張圖就是 左邊這張圖就是我們去一個公園 然後做一個team building 那我們那天就玩了一天 然後右邊這張圖是 我們那時候第二天進辦公室的時候 然後他就在一張椅子上面貼了一個什麼 Vernica生日快樂之類的 但是在這之前 根本沒有任何一個employee見過Vernica這個人 但他們就幫他做了這件事 那時候我覺得還滿驚訝的 對 那我覺得在戲谷那邊 就是一個很奇妙的狀態是 你可能會看到一個人 可能他大概三點四點 他都拿了一瓶酒 然後在辦公室那邊走來走去 那但是你可能會發現說 他半夜兩點的時候他還在工作 在那邊我覺得生活和工作的界線很難區分 因為他們很熱愛他們的生活 就像他們很熱愛他們的工作一樣 他們不會願意去做一份 他們覺得這是很痛苦的工作 他們在那邊的狀態是大家都非常喜歡他們的工作 所以這個狀態 因為我還沒真正開始做正職 所以我不太確定這樣混淆的狀態是不是好的 但我覺得那狀態還滿奇妙的 對 那第二點是我覺得為什麼戲谷現在至今 仍然是一個世界上最厲害創業創業的地方 是因為那裡有太多太強的連結 你可以在那裡找到人脈資源 絕對是世界上一流 因為你看隨便一把抓全部都創業家 然後隨便一把抓全部都在告訴你他在開公司 然後所以大家非常有夢想 大家非常有野心 然後大家非常聰明 然後所以你在那裡可以建立起一個非常非常 就是強壯的人脈資源 所以我覺得這個原因是因為 這個原因是造就他到現在還是一個世界上創新能量最強的地方 就沒有辦法被取代 就是因為他的環境還有他人的連結 對 OK 那 在這邊的話我想要 就是如果大家前十分鐘都忘記我在講什麼的話 沒有關係 我幫大家複習他的重點 那第一點就是 你現在如果還在迷惘的話 你應該去假設一個方向 幫你自己假設一個方向 然後你就直接往這個方向去做做看 做任何有相關的工作 你要直接去做 他會知道你喜不喜歡這個工作 然後第二點就是 你要非常有自信 然後非常勇敢 你們絕對可以做到任何事情 只差在你敢不敢去想 你敢不敢就是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會設限自己 所以你要非常有自信 然後非常勇敢的去 就是去做任何事情 然後第三點是有個夢 有個夢的意思是說 當你今天例如說你想要開一台 買一台車 你可能就要買到最好的車 就是你要把自己的夢 適合非常非常大 那我覺得這個原因是因為 當你今天想說 你要當總統的時候 然後你會想說 欸我要當總統 我還缺好多東西 我是不是要先認識一些 政商名流之類的 然後或是我黑道那邊 應該要稍微認識一下之類 然後你就會發現自己非常不足 然後這個不足 還有你離夢想的距離 會驅動你去完成很多 你之前沒有想過要做的事情 對所以我覺得有個夢非常重要 在你有前面這兩點的條件之下 第三點就是你要有個很大的夢 那有個很大的夢會幫助你完成很多 就是你之前沒有想過的事 對 那我在最後這邊 這是我的聯絡資訊 然後我叫慶妮 大家可以叫比利 然後這是我聯絡資訊 那我最後想要送給大家一句話 就是說 我蠻喜歡買車做比喻的 因為我覺得 當有一天你想要 你現在想要買車的時候 你想要買一部法拉利 然後可是 應該說你想 你想要買一台就是 TOYOTA 但你可能失敗的時候 你可能買了一台二手車 但如果你今天想要買一台法拉利的話 你失敗的話你還買了一台BMW 所以我覺得 大家要很勇敢的去想 然後不要設限自己 去做 去做就對了 對 OK 謝謝大家